字幕志愿者 李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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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失戏梅之一股》 我是李慧怡 这一期环节嘉宾有阿努 阿努你好 阿努三好 推荐他今週的深水股份 你好之前 回顾上周阿努推荐的港交所3008期内的表现 期内行指上升了1,000点 升幅4.41% 至于港交所跑赢大肆 期内升了17.2% 升幅6.49% 上次的投资建议买入价250元 目标价300元 指涉价205元 今天中午收市价282.4元 期间波幅最低255元 最高283.6元 未能买入 我看到今天港交所又再破顶 据知网易 在明天 星期五就会招股 6月11日就会掛牌 大家之前都衷敬中概股 现在又提到消息 看到港交所升到4个月高位 最高283.6元 这些市况的势势这么好 会否调高一些它的买入价 其实未必是250元 买不到的 但是调到很高 会否是现价位聚 由于目标都是看300元 所以在这些位置追 老实说现在问题只不过是直播率 到什么位置 直播率才叫做吸引 暂时来说不建议这样硬去告追 就算给你这些位置买入 看到300元 一成的上网空间都没有 就多一试不如少一试 就什么都不要做 其实港交所本身 利用的因素都可以 有中概股回流 MSI指数未来 有更多的会在港股上 可以给你交易 衍生工具增加 大市的成交金额也会越来越活跃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下年上个星期 市况相对地比较波动 港交所股的最多都是落到260 270元以下的话 其实260元这些位置 老实说都未必买到 所以港交所属于一只股份 你知道它升 但是直播率未必吸引的股份 所以如果跟着的策略 当然是买不到 但是这一刻如果要tune 硬去追的话 老实这个股市上 直播率很多股份都不吸引 但是你顺着细炒 通常有钱赚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是衡量一下 究竟你是真的顺着勢力 如果你跟着的市场 一样那么亢奋地去炒 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审慎类型的投资者 就是纯粹你看过前景 或者做一些不太密合交易的部署 你未必跟到市场变化得快 其实真的宁愿 看看有没有机会低些位置 见到260元这些水平 才效力去买 暂时港交所都升了4%上来 Arnold就不建议高追 这些位置 看回今天市场的气氛 真是不错 暂时的成交额都差不多 接近12亿 刚才提过 其实6月第一个交易日 见到港股 弹回最多是800多点 暂时都升了752点 港版国安法就落实了 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所说的非常有趣的行动 也都不见有 反而没有宣布取消贸易 他的言论其实比想中温和 这些位置 这些市况 是否都可以安心买下东西呢 其实这个市况 未来来说 没有可能会很安心的 我都想这么说 但是你说这些位置 你讲上还是下 今天上升的 momentum 又这么强 短炒的话 常常都说看 momentum 看动力 你向上修补前个星期五 因为国安法带来的大跌势下降裂口 这个机会的确是相对地比较高 而最重要的是 今天这样一样夹上 夹到上去23,500点以上的话 你看恒指的图表走势上面 就有个类似小箱底的格局在这里 你只能量度升幅这样去计算的话 去杀到上去24,500 都可以的 不奇怪的 但是其实你说现在的格局 其实都是一个上落市格局 甚至说你看到一些文章 或者我都分析过认当 这个政治市 在政治市里面上 指数就会说上落 而说波幅会很大 好看那些政治人物 譬如特朗普 对中美贸易的相关消息 所以老实地说 如果你买股票的话 我想今年2020年 不可能会用一个安心的指令 但是你说如果这些位置做部署的话 其实直播之前说 很多东西都不会特别吸引 如果当你直播率高那段时间去买 往往那个上网空间 未必或真的有上升中那么低 因为很多股份跌到很低差 背后会有原因 升到很高 直播率很低的时候 可能股值因为资金没出脑 导致它长升长有 所以你如果说港股方面 短线都是一个上落格局 看可能有什么风险因素等等 这些变化是没有上的 所以整天都说这段时间入市 连不下几个策略 要么就是分住级 要么就是分散投资 再不然就拿多些现金在手 特别说现在又升上去的时候 那你又会不会说 将现金比例下降 不会的 相反的地方 还更加要拿多些现金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看到指数上面 形态上面OK的 你几次试到22500之后 即使站得稳至月 还要收市那段时间 站得稳在4月2日的低位 22800楼上 那现在整个形态的确是向好 所以短线的策略 对后市的看法就是说 第一方面要站稳在23500楼上 第二方面就看短线能不能突破到 23800这些阻力位 突破到的 那你就修复前个礼拜五个下降烈口 那我们看到下一半 就是刚才Arnold所说的部署建议 Arnold刚才也提到 其实这些市况 不可以用安心来买东西这个字眼 其实不说外围那边 其实香港也出现了本地个案 其实市况是怎样 就是很难说的 我看到其实 上一次Arnold 我们说有个复苏概念 大家都会买一下消费股 现在这个情况 会否选择一些 防守性强一点的股份 会稳固一点 其实我会比较 防守性股份 可能市场跌的时候 进取一些 炒那些最坏事的概念 是否容易过那些相关的股份 那市场夹上来的时候 就趁它有没有机会调整 买一些防守性的股份 但是你说 其实留意一下 在防守性股份里面当中 金矿股 其实不是说真的 完全拜市场避险情绪 升 那导致升金价 现在市场不是处于这个状况 金矿股的性质 会有一点像是有些 增长累益的股份 纯粹看好金价 看好资金没出路 从而流入金价 其实在某程度 有些性质 所以刚刚也说 今星期 我可以留意一些金矿股 特别说山东黄金 又快要破顶了 未必跟别人说 你夹到这么高 直播率自然不吸引 但问题是 如果有机会回调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再去吸納这股份 可以开股 今天安努推荐山东黄金1787 今天暂时都升到5.6%上来 刚才提到 其实提到图表 看到那个金价 这个山东黄金 是完全跑人了那个金价 是否就是说 相对地 它的敏感度 对于黄金是比较强 所以就推它 其实你看到图表上面 白色条线 就是整体现货金的金价 是 年初至今的整体走势 上面的回报 去到今早上午 在彭博的时候 看到大约14%左右 金价今年年初至今 升了14% 但是 四个金矿股里面 唯独就是紫色线的山东黄金 它的股价走势是跑赢的金价 相反来 赵金、紫金 甚至宝宁黄金上面 整体走势都是跑输的金价 原因 主要应该是因为 它们手头上 可能说很多这些金矿股 有其他的铜矿等等 所以如果你看好金价 从股票市场上面 永远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跟金价 敏感度超高的黄金ETF 2840 要么就是说山东黄金 我觉得正如正好说 因为由于看好金价 就纯粹不是因为 说避险等等的相反因素 实际上是拨资金 没有出路去选择金价 相关产品 所以这个会导致到 就是说金矿股的走势 或者它的股值上调的动力 会相对地比较强 所以如果你说 其实这些市况很路途的 短线回报上面 真是集中追一些强势股 而那么多只金矿股 你看到的比较强势 都是属于山东黄金 你会不会有条件突然间一下子 招金其他那三只 选择去追落后 似乎那个机会不大 所以如果要买金矿股 1787山东黄金 似乎都是暂时短线 唯一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安努就认为山东黄金 是比较强势一点 追强势就稳得正一点 其实也看回环球低息环境 其实看到之前 也有多间央行 都加入减息行列 其实安努是不是低息时间越长 那些人偏向买金 撑高了金价 现在这样看 那个低息环境 是不是都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个低息环境 会令金价有一个很大的支持作用 刚刚由这节开始讲起 千万不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市场害怕 现在害怕中美贸易战 要避险了 就选择流入金市上面 其实不是的 在现阶段这个低息环境下 当市场真的很恐慌 去到处于有个类似Panic Sell 恐慌性爆首的状况的情况下 参考今年年初的经验上 金价一样会被抛售下来 相反地 低息环境 其实是代表什么 是说黄金的价格 会有一个很大的防守性 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市况知道正正常上的话 金价只会继续升上去 由于就是说低息环境 而低息环境是说 基本上主要的几大央行 譬如G20所有国家上面 行的货币政策 都几乎一定是接近零息 或者历史低位的一些 的息率在 从而用货币政策 推动经济 因为就是说这个新益发业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图表上面 还有些什么 显示短期方面 环球央行 普遍股股的利率不会变动 其实很多地方已经推到零息 负利率等等 你不会再期待 有些再减息的动作出力 但是短期来说 不会加息上去 普遍预料这个低息环境 目前的状况 市场现在维持预料 至少过未来一两年 都仍然是这个状况 而另外图表上面 就是说另一方面 其实现在市场上面 有少少的声音 就是在驳驳美国联储局 行一个负利率 当然你看图表上面 行负利率的可能性 就是机会率 不算十分之高 没有一成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利率似乎只会有跌 不会胜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买金的话 有个好处就是 如果真的行负利率 经济真的很不跌 迫到联储局 要选择行负利率的情况下 金价一定会更升上去 所以你说金本身 为什么之前说 要移到黄金相关产品 是属于一些防守性股份 就是因为 只要经济正正上上的话 他们的股值其实是有条件提升 而最重要就是 在目前的环境情况下 你可以防守些什么 就是防止经济如果很差 导致要推行一些负利率的情况下 你说金价似乎会有上升空间 安娥都提到了 低息环境可能都会持续一至两年 金价就有个支持 其实看到下一版就是说金价走势 其实刚才也提到 不是那些人避险才冲进去 资金没有地方去 以及政治环境 大家都不知道 中美关系又搞到这样 我看到金价上星期五收市 都已经升连续 第二天高收的了 我看到其实 它由3月底开始 疫情大爆发之后 都处于是上升趋势的高位 是否刚才跟你说 会保持上升趋势 所以说这些位置 其实你都很难预期金价出现一个大调整 但如果你在短线走势上 其实说金价 我们看到刚刚图表上面 一个对称三角形态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特别现今的市场 对于重启经济 经济前景 下半年看法相对比较正面的话 你金价都有机会可能回落到 所以说山东黄金 我都不会建议 强硬在24元那些位置高槌 但是调整多少 你看金价 如果金价真的有机会 下到接近 之前这个图表上 短期上升跪的底部 大概是1710 这些位置 其实到时候是可以卖山东黄金 看山东黄金的股价 其实看到3月底 创低位是14.6 之后看到它 刚才也提到 是跑人了金价 看到它有个上升的势头在 看到它这样反弹上来 刚才也说到 这些位置24元都不买 但是有没有说 短期可以上网多少 如果短期的目标 就以近期的高位 甚至看到26元这些水平 其实你说自从它突破21元 这些阻力位之后 整个形态 是真的有个 步步急急上升的状况 留意金矿股和金有个不同之处 就是说有时金矿股 如果市场起分 市场上升的地好一点 又或者之前说 资金无出路 硬硬迫着要去追一些 相关的资产 有时会令到它的走势 会跑赢 短期的金价表现 所以就算说 之前提及到 金价可能都仍在1700 至1760 这些位置上升落落 但是有时可能 金价贴近 横行区间底部的时候 你的山东黄金 仍然是有个 级级上升的状况 所以如果要 抠低买的话 也不可能低得很多 所以暂时来说 如果你说山东黄金 最重要支持位 大家留意一下 21元这些水平 不穿21元 其实整个技术形态 都仍然是向好 而最尴尬的位置 就是抠什么位置去买 始终是升得急的 由3月份那些位置 15元 升到近期来说 25个多 差不多26元 升了差不多接近七成多 这些位置是比较尴尬的 维持过往的 以往我建议的策略 其实整体而言 在市场上 我也不建议大家做太多动作 但是如果你要买的 尽量后低去买 宁愿买不到 都比近硬高追 都是近期的口头善理 我觉得虽然 今天虽然山东黄金 排行大市升得惊 但是我也不会建议大家去高追 不高追 那有没有一个实质的买入 可以给大家 有什么投资部主 我会建议拿到22元 22.5元 这些水平才去买 是的 那我就觉得 因为始终正如所感受说 你不可能回落太多 给你买这些感觉 始终金价是比较硬正的 但是如果你落到22.5元 这些位置 直播率开始变得特别人 就是看之前的26元左右 这些位置 起码上网空间 都大约有接近一成半左右 而由于21元的支持位 比较硬正 但是有时候会有些假跌穿 你设定20元做止洩位 整个投资策略上面 起码上面的直播率 整体的返回都比较合理 所以是一些中线的部署 看看有没有机会落到22.5元才买 2分20元做止 看26元这些位置 看到今天中午的收市价是23.65元 最新又升多了 最新升到5.9元左右 现价是24.25元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参考Anno的意见 看22.5元这些位置 也请Anno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以上提及股份 有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